而且我聽經濟學人的說法就是 它是建設自由化市場 公平化市場 為目標 動用行政力量去實現這個目標 而且是動用至上而下的行政力量 我通過最高權力 我促使我由上至下的各個階層 我都去服務這件事 建設一個自由化 公平化的市場 我們之前一直說中國很不公平很不自在 但是我昨天聽過那些人這麼說之後 我其實是嚇倒了 原來中國變成這樣了 你講清楚 叫什麼哪些人這麼說 怎麼說呢 就是幫我們翻譯經濟學人那條片中的 具體一點做了些什麼呢 它就說第一個就是 因為在西方資本身的國家 是最怕打商業官司的 是因為是一個很抗日持久的事情 就是你要抓我一下 我要抓你 而且是很消錢的 大家都不懸怯動作這件事 但是在中國它可以在非常高下 非常低成本的情況之下 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法律抖分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 說清楚公不公平 官司就想追求公平 高校那樣會不會對那些大企業有利呢 那我就說不清楚了 但是我可以說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有一個公務員的朋友跟我說 他就說我們防管局 中國貿易城市差區的防管局 他說我們被人打官司 到現在為止好像一單都沒贏過 他跟普通民眾你通過什麼 普通民眾到現在為止我們一單都沒贏過 所以我們現在很開心 被人告啊 被人告啊 這個可能就是之前我們一兩年前說的改革 你記得我們之前說的呢 以前的話法就是市委拿著所有部門的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法院是隸屬中央法院 所以市的其他部門是沒有權干預法院的 因為它的隸屬關係不是我隸屬於你的市委書記 我隸屬於我的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或者是中央什麼法院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不需要向市委書記負責 所以我們那時候說的就是中國的法院 是除了那七條黑腦之外 全部都可以管得到的 就看你哪一級 你市就管市了 但是如果你說有個中央的部位的人 走出來你跟他們打官司 那你也打得贏的 然後它反正就是 這個事情其實我聽完之後我嚇了一跳 因為這個其實是違反了我的常識的 他就說而且那些人呢 都是一些普通人來的 是百分之百普通人 我可以告訴你 是一些勢力都沒有的那些普通人來的 有些甚至是那些租戶 就是租年租房的租戶 他說我們被人控制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害怕 他說你老母 我們的事情上去告法院了 你老母 一打都沒有贏過 反正他說那時候應該是一兩年前跟我講的 那麼它在那個機構做了大概 如果兩年前 年紀兩年前來講 它應該做了五六年左右 他就說反正從改革之後 他們沒有贏過 開始被人控告為止 沒有被人 沒試過贏 所以你想一下 我法院連你老母 你的公務員機關 就是你的國家機關 或者事業機關 我都不幫了 那我為什麼要幫這個企業 可能區一級的法院 會有所偏探 這個不敢說 但是它好像是打到中原那裡 全部沒得贏 而且那些是窮人來的 告他們很多都是窮人來的 不是有錢人 我相信你那個同學或者朋友應該是 不會視他們有什麼錢的 比如那兩個人 以前中有些問題 收買法官 這是其中一個腐敗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在法庭上 其實我背後已經賺了夠錢的了 所以你就沒有可能抽得贏過的 我相信你說房管局那天 就沒有拿錢去賺那些租戶 如果萬一是租戶和發展商和晉哥打官司 晉哥 台底醒你 不知道多少錢 那你租戶 我就想跟你說 如果你在現在做這件事的話 風險會很高 就是收錢的人的風險會非常之高 雖然為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說 他就說 之前我們真的是無法無天 就是有些人拿錢真的會在爽 但是從幾幾年 應該是1617年左右開始 沒有人再敢怎樣 而且不只是貪腐 是連小金庫都不敢搞 他們很多這些政府機關裡面 會有些物業 怎麼樣 就是公共資產 他應該是去年 應該是一百年底 一九年初就跟我說 他就說 他是不是跟我說 郭忠祐對他很好 他就說 現在不行了 他說現在全部都吐出來了 這些公務員和公務機關 所控制的這些公共資產 不得用於你的部門內部 它產生了利潤 或者產生了利益 你就要上交財政 你沒得再抽水了 所以我才對他來說 就說其實 至少我在廣州看都是這樣 其他地方我不會說都是這樣 但是我知道廣州真的是這樣 而且我朋友和我很好 知道什麼說什麼 我們是不是不知道就不說 不過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來的 如果法院做到公平又高效是好事的 是 因為他就幫我們翻譯經濟學人那段影片裡面說 他就說他在商業糾紛官司裡面 他可以做到這麼高效的話 其實對於大家去解決商業公平的事情上面 是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因為我原先力了在利茅拉 但是你打 我很怕去打官司 我很想拿回我的錢 我很想去打官司 但是我根本拖不起 但是現在他就說 中國的法院 你不需要擔心被人拖的問題 我會幫你很快的解決你的問題 我解決你的商業糾紛問題 我非常的信心 但是他應該說了一個時間 但是我忘記了 可能我忘記了 但是他是很欣賞的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是應該做投資的 他是做投行的那邊的 他就說 我之前我看 因為他可能搞些什麼東西 要建一間新公司 哇 等了10個月 是不是 他說現在 屌你老母9日 買到不可思議 他說這個速度其實在很多發達國家 包括在台灣 其實都是不可思議的速度 是啊 他應該還有講其他一個case 但是我可能忘記了 但是他舉這幾個例子 其實就是說 我們之前說的就是 我很希望看到阿爺會這樣做 就是你真的會去做一個服務營的政府 而不是一個有做裁判 有做球員 是不是 或者你有很多勇官 勇場的一些行政 他也說了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中國其實在很多環節 是大幅壓縮了行政省批流程 是真的有點像我們在企業裏面做的 精益化這樣去做的事 但是他做成一點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我沒有親身經歷過 但是他來講其實現在是很高的效益 中國政府是不停的提升它的效率 所以這個 不過你講的是哪一級政府啊? 剛才打官司我就聽得明白了 就是法律啦 肯定是法院的 這個是市一級的 但是... 可能是省市一級的 因為你這些可能會打到省院的 市中院肯定會打到的 會不會打到省一級法院就不清楚 但是也不會出席 他說審批這些東西 其實是去到市一級政府 你企業的話你審批會去到市一級政府 但是好像我們個人去面對的一些政府部門的話 其實最多都是去到區或者市一級的 不會去到省一級的 就是其實市和區一級 尤其是區一級它是服務營 但是市就可能會少一些 市就有些管理 但是省的基本上是管理 所以它現在在說的就是 你勉強市場的這個環節 或者所謂的對應的條文 其實已經是壓縮得很厲害的 是增加得很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就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講 這個是我對中國有信心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我對中國有信心其實無非只有兩樣東西 一是中國龐大的極強的創新能力 我作為一個廣泛的消費人口 這個第三個就是現在其實政府是轉型的 做服務營政府 所以如果你國際競爭當中 你的對手 比如說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如果你看到你的對手在做這樣的事情 你想試圖消滅它 不是這麼現實 真的不現實 你只可以選擇去和它達成一個 我們可以互通溝通的平台 這支打証的 你們會記得這個人